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呢我会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我们的地杆训练 包括地杆是怎么摆放的 我之前往期的视频也讲过 马术并不是说一天就可以练成的 这个运动是一个长久运动 需要你每天做不同的训练 而从而达到你想要的目标 让我们一起开始吧 在地杆训练之前呢我们要先摆地杆 当然我也建议你可以在专业的教练指导下面 来自己感受一下怎么摆放地杆 因为地杆的距离和我们马匹步伐的大小是息息相关的 同时呢你也可以了解更多地杆的摆放方法 来达成马匹训练的一个效果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开始吧 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地杆一定要保持 和场地的一侧的边是处于一个平行状态 一定不要乱七八糟离了歪斜 这样没办法达成你想要的一个效果 让马明白他进障碍之前和进地杆之前 一定要是直进直出 不要有闪躲的情况 我这有两个障碍架子 可以方便我去对照场地的边 我的杆是否是一条直线 当然你不要这个也可以 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和方法 我们现在摆的是一个快步的地杆 所以距离大概就是在一米五左右 也就是我的一步半 首先我们先把它一个形成一个雏形 然后以中间这根杆为基准 然后去测量两个方向的杆 然后同时去摆正它们 在杆的这个中心位置 一定要确保它们是一条直线的 我平常对于我马匹的步伐 基本上就是我的正常一步 加一个脚掌的位置 然后这是中心点 可以因为土都是松软的嘛 你可以定一个自己的记号 摆完一边 然后我们再去测量另外一边 还是一样的方法 从中心点 然后数自己的一步 加零一个脚 然后定点 一步加一个脚 然后同时我们要站稍稍远一点的一个距离 去对照 我们的杆是不是在一条直线 如果看到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就要稍稍的去 一点点 确认一下 每一根杆的一个距离 是否都是一样的 如果大了的话 我们就要将它往回收 好 我们现在一个快步地杆 就基本上已初见雏形了 那我就要告诉大家 就是怎么样去分辨杆的距离 和你怎么样去用地杆 来完成你训练马匹的效果 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个训练方法和模式 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的好的 也可以和我一起沟通 首先呢 就是这个距离基本上就是我马匹的一个距离 如果你的马的步伐稍大呢 你就稍稍的往前推 当然我们移动所有的地杆的基准是以中间这根杆为中心 然后两边向外延伸 当然你这个如果打个比方啊 如果你要往外一点 那当然你这根杆就要是它的二倍 这样才能保证中间的这个距离是一样的 如果你这个马是比较急的马呢 你可以把距离稍稍的缩短 就是正常的距离稍稍缩短一点点 然后进地杆之前就要提示这个马 我们要慢下来慢下来 而每次我通常是以四组为一次训练 来去做这个地杆训练 这样的话呢就是给我们的马造成一个脑袋里边和身体上面的一个运动模式吧 就是你要去重复的训练去告诉他们这是做什么 当然了就是我们和马皮沟通不会像我跟你说一嘴你就明白 所以你就要通做训练来告诉他们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当然如果你的马是boost比较大的 你需要你的马伸长一点的话 你也可以把这个距离稍稍调为 往前推一点 就是一个马可以伸长的 如果说你希望你的马练一下收缩的话 您就把距离稍稍往回一点点 然后把注意力放在马皮过杆的时候 一个高抬腿收腿的一个动作 而不是让它急急慌慌的步伐变快 我们的节奏一定要保持是一致的 不管是过杆还是在平常的场地 好我的心得基本上和您呢已经分享的差不多了 让我把这个刚刚我演示的这个距离给复原 让我们就一起邀请我的马宝贝开始我们的训练吧 训练去咯 我们就把这支握的盒子进行 нем到木头的说明 不个不过是 結实时 太浪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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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太浪贴了